在京城混江湖的,可能都听过这么一句话,笑不过白杭,帅不过家带。 的确,作为京圈里著名的两个大帅哥,白小杭和家带在容貌上,那是没得挑的,绝对算得上美男子。 但如果仅仅拥有美貌,是不足以让这两人扬名江湖的,真正是二人声名远扬的,还要属他们做过的事。 家带自不用说,江湖里公认的人一大哥,天南海北哪里的人都要给他三分搏面。 而作为能和家带齐名的美男子,白小杭的人生,同样称得上传奇。 白小杭自幼习武,连就一身好本事,被称为京城金牌打手,他三进三出浙江村,使得一代大佬严京都对他欣赏不已。 如此人生,说一句传奇,是不为过的。 那么,白小杭到底是什么人,他是怎样进入江湖圈子的,最终他又有什么样的结局呢? 今天,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小白杭的故事。点个赞,我们继续往下看。 1970年,白小杭出生于北京一户人家中,从小他就展现出了不俗的身体素质。 那时,一个院里的小朋友都打不过他,而他也在和小伙伴们一次次的摔跤中,逐渐向往起了真正的打架。 后来,白小杭向父母提出自己要去学习武术,这个要求可把父母吓了一大跳。 小小年纪正是读书的好时候,怎么突然就想起要学武呢? 父母对此并不理解,自然也就没有同意。 和固执的白小杭不肯就这么放弃,他每天都在父母面前,表示自己对武术的向往。 为达目的,他甚至用上了小孩子们常用的撒泼打滚。 经不住白小杭的软膜硬泡,父母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,将他送进了武校。 进了武校的白小杭,仿佛打开了新的人生大门,他迸发出极高的武术天分,教练只需要做一片动作示范,白小杭就能像模像样地学出来,并掌握其中精髓。 而教练在发现了这么一根好苗子之后,自然也是将一身本事倾囊相受。 当白小杭将教练的能耐都学到之后,他又去拜访名师,继续加强自己的武术造诣。 在当时的教练们看来,白小杭将来一定能走上擂台,成为一名优秀的武术家。 只是,他们猜错了,长大后的白小杭不仅没有走正经路子,反而整日和一群小混混们搅和在一起,过上了所谓的江湖生活。 在混江湖的这些年中,他认识了当时还尚未出名的家带,并与其成为至交好友。 在一次喝酒时,家带遇上了一些麻烦,白小杭挺身而出,就此被精圈大佬严精看中,之后他便开始了自己的风云人生。 这件事还要从一次搭讪说起,那天白小杭、家带、马三几人一起到酒吧喝酒,白小杭和家带两人都高大英俊,因此一进入酒吧,就有源源不断的小女孩上来敬酒。 这桃花朵朵开的样子,喝把一旁的马三羡慕坏了,马三也想如此潇洒,奈何长相不出众,并没有女孩愿意买他的账,因此他便想用个美男计。 马三指着不远处几名漂亮女孩问家带,你能让他们过来喝杯酒吗?家带轻松一笑,这有什么难的?说完,家带便信不走向几名女孩,看着这么一个风流梯淌的大帅哥向自己走来,几名女孩立刻就红了脸。 听说帅哥想请自己喝几杯,女孩们更是一口答应,并起身准备跟随家带过去,然而就在此时,一群不速之客从天而降,拦住了几名女孩的路。 几名穿着花里胡哨的小混混,硬是挤到了女孩面前,轻挑地看着女孩们,要求她们陪自己跳舞,女孩们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,这些小混混们居然就开始动手动脚,这可把一帮姑娘们吓坏了,纷纷向后躲去。 看到姑娘们有危险,家带自然不会袖手旁观,他一个箭步冲上去,将几名混混狠狠推开,并警告他们离远点,混混看到面前的人长得丝丝纹纹的,看上去一副书生气,心想这八成是个书, 软柿子,于是便开始用乌言慧语辱骂家带,一边骂还一边推推桑桑的,坐在位子上的白小航,看到了这一幕,立刻冲上来帮忙,两帮人很快就扭打在一起,白小航和家带都是有真功骨在身的,那是这些小混混们能比的呢? 几个回合下来,一群小混混就被这两人打得倒在地上,哭地喊娘。正当两人还想继续打时,酒吧看场子的人过来了,他们迅速将小混混扔出门外,并对白小航和家带说,他们老板有请。 尽管不明所以,但两人一点也不慌张,他们一起进了包金,见到了酒吧老板,原来这个老板就是当时金圈里有名的老大,燕京。 燕京看到白小航和家带都有一身硬功夫,便起了爱才之心,想要招揽二流,家带置不在此,于是便委婉拒绝了。 燕京倒也没有勉强,随即转头,看向白小航。 白小航早就听说过燕京的大名,此时有机会追随大老,他自然是乐意的,于是白小航成功成为了燕京手下的一名校弟。 尽管白小航功夫出色,但作为叱咤江湖多年的大人物,燕京并不觉得这种人有多稀啊。 今次尽管招揽了白小航,但却一直没有给他什么出风头的机会,直到后来白小航打出了三进三出浙江村的好战绩后,他才开始看中白小航。 浙江村里面主要是一些来北京打工做生意的浙江人,在一地老乡之间就是天然的小团体。 这些人自发聚在一起,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浙江人为主的村子。 这些人平日里组成队伍,多次抢劫外来人员,并和当地其他势力玩火兵。 因此名称十分差,许多人都不愿意到这里来。 白小航有个朋友叫于阳,曾来过浙江村,在路上时,听说于阳要去的地方后,司机就隐晦地提醒了于阳,那里很乱。 最好不要去,但于阳觉得自己办完事就走了,又不惹闲事,没必要害怕。 于是,他毫不设防地就进去了,结果刚一进村子,两边就冲出来一大群人, 接走了他身上所有的职钱物件,还将他狠狠打了一顿,扔出村外。 白小航听说自己的好兄弟被这么欺负后,哪里咽得下这口气? 于是,他带着一把刀,就闯进了浙江村。 进去后二话不说,抓到人就开干,一连放倒了八个,并摆出一副有种你们继续上的架势。 看到白小航如此能大,这些人哪还敢上去送死呢? 他们只能叫来更多的人,准备仗着人数优势,逼退白小航。 任白小航功夫在应,终究也是双全,不抵四手,眼看着聚集而来的人越来越多,并且一个个都拿着家伙事。 白小航即便心有不甘,也不得不选择逃走,逃走后的白小航并不服输,在一番准备后,他二进浙江村。 这次,他多了个新养,并没有和那些底层人打架,而是一路摸到了浙江村老大家附近。 可惜的是,这个老大手上有硬家伙,一看到有人要动自己,他立马就将黑洞洞的枪口, 对准了白小航,这一次,白小航又不得不逃走。 两次失败,让白小航的怒气积攒到了顶峰,这已经不仅仅是为兄弟找场子那么简单了, 他要找回自己的面子,要让浙江村的人见识到他的厉害。 于是,在认真探查了浙江村里的情况后,他准备来一手,亲贼先亲王。 这天晚上,白小航悄悄摸进了浙江村,轻车熟路地来到浙江村老大屋外埋伏。 看到那名老大后,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冲了上去,一把夺过老大手中的枪,将枪口对准他的脑袋。 最终,浙江村的人只得服认,他们不仅归还了渝阳的全部东西,还放任白小航离去。 白小航三进三出浙江村,并且毫发无损的事迹,立刻在道上响了起来。 得知白小航竟然有这么大能耐后,燕京立刻给他指派了任务,要求他去深圳,帮自己追战。 原来,燕京当初和人一起捣售房子,本来约定好了事成之后,自己拿六百万的。 结果这伙人拿到钱后,就偷偷离开,跺到了深圳一家工厂里。 这家工厂是当地一名地头蛇的地盘,燕京手没发生那么差,因此这事就一直在拖着。 现在眼见白小航这么能耐,那就干脆派他去要站,能要回来最好,要不回来,那边的人也伤不到他。 就这样,白小航来到了深圳。 对于这件事的处理,白小航想得很简单,那就是打,一路打进去,逼他们把钱交出来就行。 不过,由于曾在浙江村吃过两次亏,所以白小航并没有孤身一人,贸然上门,而是找到了家弹。 此时的家弹在深圳已经混出了一片天地, 在得知白小航的事情后,他也毫不藏私,直接叫来了手下,最能打的左帅,让他跟白小航一起走一趟。 就这样,白小航和左帅一起来到了那名合伙人的工厂外,一种过午观斩溜江的气势,一路打了进去,生擒合伙人,逼他吐出了那笔钱。 白小航和左帅走后,合伙人立即找到自己那名地头蛇表哥,希望表哥能出面帮忙。 低头蛇得知此事后,也十分愤怒,他立即在江湖上发布消息,表示,谁要是能弄到白小航和左帅的一条腿,谁就可以来领一百万。 一百万,这可不是小数目,不少人都心动了,其中有一伙势力不足的团伙,直接找到家弹,表示让家弹交出左帅,领到前后,两人平分。 如此荒唐的要求,家弹怎么可能同意呢?他毫不犹豫地赶走这群人,家弹的行为彻底激怒了这些人。 他们冲进家弹的店铺里,又打又砸,将店内弄得一片狼藉,拎走前,他们还放出狠话,要求在某某地方和家弹决斗。 家弹能在道上混得那么成功,自然也不是好惹的。 得知此事后,他丝毫不怂,叫上上百号人,浩浩荡荡地往火兵地点赶去。 只是,对面那群人,属实不讲武德,看到家弹一行人过来后,他们居然拨打了报警电话。 这下,家弹被弄得措手不及,付出了不小的代价。 后来,当白小航得知这件事后,他火冒三丈,立刻从北京赶到深圳,准备解决这群人。 在查清楚这群人的落脚点后,白小航便带着武器,孤身一人,前去报仇。 夜晚,当那群人还在夜总会里,左拥右抱时,白小航就如同一个杀神一般,冲天而降。 他二话不说,对着那群人头领的大腿,就是一枪。 之后,他凭借一身好武艺,疯狂输出,硬是将对面几个人,打得趴在地上,起不来。 临走前,他撂下狠话,想要我的腿,就来北京去,再敢打扰我兄弟,吓死我打的,可就不是腿了。 这件事后,低头舌百万买腿的悬赏,变成了一个笑话。 而白小航则彻底从大老跟班,变成了大老。 成功晋级后,白小航又干了一件大事,这件事也让他的知名度达到了一个空浅高的程度。 那时候,电影视野做得有声有色,一大批天王天后接连被推出。 内地百姓们对这些明星十分追捧,一段时间后,北京的夜总会便开起来了。 夜总会内部装修富丽堂皇,娱乐项目种类十分丰富。 最重要的是,那些风靡迎平的天王天后们,夜都会来这里为老板烹敞。 为了区分顾客,夜总会设置了会员制度,夜就是充值会员后,就可以和这些天王天后们一起唱歌喝酒吃饭。 这种方式自然引起了一大帮粉丝的追捧,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 夜总会的名声,白小航也听说了,如此好的地方,不来一趟岂不遗憾。 于是,在一天晚上,白小航带着朋友们来到了这里。 刚开始,白小航还算规矩,只是和朋友们喝酒跳舞。 可喝到后面,他就开始放肆了。 他冲到前台,要求工作人员安排他和天后一起唱歌。 工作人员耐心地请他出示会员卡,白小航并没有这里的会员,自然拿不出什么会员卡。 看到他只是普通顾客,服务员便解释说,只有会员才可以和天后唱歌。 如果白小航充值会员的话,这件事立马就能安排。 只是,已经喝上头的白小航哪听得进去这个? 他大吵大嚷,要求天后立刻过来,并表示拒绝充值会员。 白小航的大名,服务员自然也听过。 因此他既不敢劝白小航,也不敢公认,违反夜总会规定,只能守足无措地站在那里。 正当服务员不知如何是好时,向华强出现了。 客气地表示,愿意免了白小航挤人的单,希望他不要再计较。 然而,旧经上头的白小航不领情,他知道白小航在京圈的名讨。 因此强忍者没有当场发作,但在事后放出话剧,一定要让白小航好看。 白小航混迹江湖这么多年,那会怕这些危险的。 清醒之后的他,主动出击,奠定了自己在京圈金牌打手的地位。 可惜的是,风头正盛的白小航在几个月后却突然暴毙,让人无限唏嘘。 关于白小航的死因,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两个版本。 一种说法是,他抽白面粉,把自己抽死了。 另一种说法是,白小航死后,眼睛撒出大把人手调查,发现是向华强下的手。 为此两拨人马,还起了数场冲突。 这两种说法,都有不少人支持。 屏幕前的你,更倾向于哪种呢? 觉得白小航是抽死的?请扣一。 觉得是向华强下手的?请扣个二吧。 好了,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,我们下期再见。